可见 弥陀大悦 世纪无尽 这个纪就是与佛有缘的人 什么叫有缘 我相信有基罗斯基 我相信有阿弥陀佛 我相信我求生净土 就像经上所说的 一念深念 阿弥陀佛必定来接应我 你的幸运坚固我 不怀疑 不退转 佛来不来了 佛肯定来 阿弥陀佛 基因众生 一个都不露啊 故善道大事 如来所以心处是 唯说弥陀奔远海 这两句话 是善道大事的名义 他说的太好了 念老为我们解释 善事诸佛出行于事 唯为此大事应运 宣说阿弥陀如来 不可思议愿离 悔酒万种 这几句是黄念老说的 那念老是现代人 说的是悲话 我们不会把意思 促起 三十祝福 过去 现在 未来 叫三十 所有祝福 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成福 这个心 出世 就是来实现成福 那为什么 就是为这一桩大事 这个大事是什么 念佛往生成佛 之大事 就是为这桩事情啊 宣说阿弥陀佛如来 不思议愿离 这一句话 就是讲 净途三千 无量寿景 观无量寿佛景 阿弥陀景 一切诸佛如来 出现在世界 没有不讲这三不尽 为什么 这三不尽 能救一切众生 慧 是恩慧啊 是隔余啊 救拔了 无量无边的众生 万种 万不是素质 是鲜柔 是无量的意思 就是救度 无量众生 不思议愿离 就是四十八云 孤 大事 有缘 这个大事 善道大事 善道大事 又说 敬奉 设加福 末发 之一切 唐朝 刚刚入 末发 那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是向法 那正发在印度 佛灭度之后一千年 佛发传到中国 所以正是向法 正发时期 戒律成就 能持戒的 都能正苦 正 虚拓很苦 斯托很苦 正苦 所以正发 向法时代 人心 往下不走路 比不上过去的 持戒不能成就 要修禅定 所以向法时期 禅定成就 所以禅宗 非常心神 跟佛说的 一天为错 禅宗在中国 兴亡了一千年 那么现在是末发时期 末发时期 进途成就 能往生 就是臣服 不需要修定 定难了 不需要开悟 禅宗 必须修定 必须开悟 才成就 如果没有开悟 不成就 禅定 得禅定 没开悟 他们往生 都在天堂 得禅定的人 他们生 四禅天 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四禅天 没有得禅的人 在御界天 御界有六成天 四王天 套利天 叶摩天 斗帅天 化乐天 踏化自在天 那些修行人 都到这些地方去了 我们生在末发 末发 净土成就 要有真心 要有契约 真一想到极乐世界 不想住这个世界 也不想生天 那天上佛宝大 寿命长 不希望 为什么 它是有尽的 极乐世界是无尽的 不三不明 这个地方好啊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法愿求神 对这个世界 完全放下 于一切法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放下了 放下就有大成就啊 就能如愿一场啊 功夫不得力 为什么 放不下 放下就得力了 放不下不得力了 要把这个世界 当做客栈来看啊 啊 当做旅馆来看啊 这不是我的家 我到这来旅游 住几天就走了 对这个苏婆世界 要常常存这种心 啊 这不是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极乐世界 坚定不移的心念 保证我们这一生往生进度 阿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你 佛 阿